行政院针对疫情后其振兴经济推出了五倍券 许多商家都开始抢供振兴券的商机 新北市淡水区商圈文化观光协会 为了吸引游客使用五倍券刺激消费 有超过30间以上的店家寄出了五倍券的消费折扣优惠 并且针对消费游客举办抽奖 行政院针对疫情后振兴经济推出了五倍券 许多商家都开始抢供振兴券的商机 新北市淡水区商圈文化观光协会 为了吸引来到淡水观光的游客使用五倍券刺激消费 有超过30间以上的店家也都自主的来寄出五倍券的消费折扣 而并且针对商圈消费的游客满百就可以参加抽奖 你只要满百就会有一张抽奖券 然后我们会在11月的时候会在商圈服务处 抽出精致的一些商圈的小礼品送给大家 你只要在任何的店家只要有满百就会有一张抽奖券 这些奖品都是我们店家自己募资出来的 然后配合一家津发局的活动 然后礼品是还蛮丰富的 全部都是商圈的在地的产品 理事长表示过去受到疫情影响 淡水老街商圈面临空前的大危机 而现在疫情舒缓人潮回流 经济复出时刻 希望规划一系列的优惠活动来配合振兴经济 帮助店家 李市长表示在活动期间 民众持有振兴券 加倍券或者是现金 来到淡水商圈特约商店 消费满一百元就可以领取一张摸彩券 而活动奖项包括了在地伴手礼 醍醐大师礼盒 徐上太阳眼镜 还有台北旅人国际青年旅馆的住宿券等好礼 就是希望可以刺激消费来提升买气 记者徐端一淡水采访报道